今天早上做一个大致的分析,跟大家分享一下。 也就是说,伍敦毅作为国民党现任的主席, 他提出了一个就是认同,他的前提基本上是协助参与门政府, 借中华民国外口行去中反中,维持两岸和平这样一个目的, 去详细大陆商讨一个共识。 这样子呢,也就是说,他的前提的条件也就是说,维持一中各表, 容独和独裁,不统不武,和平自治, 你至于,才能安排这样一个行程。 达到这样一个目的,他才去,参加国共论坛的目的, 就是希望能就这些议题,能够对蔡英文政府, 蔡英文赖清德政法解套。 我觉得这个提法呢,一听起来, 这个3月6号他这么提出来放,我就觉得很, 就听起来很别扭。 作为一个国民党,中国国民党这个主席, 基本上到了这个地步,就是和台湾民进党是一唱一和了。 当然我们就仔细地分析来讲, 大家明眼人都看得到。 蔡英文在上台之前,她说的是, 维持中华民国这个宪法,维持现状。 但是实际上,她实际上在行的是, 她实际上,她这一年多两年这个时间里头, 她行的完全是, 拆除、去掉中华民国这个宪法的, 一个中国的概念。 她要的中华民国的概念, 是李登辉的两个特殊的国与国关系。 她要的是陈绿扁的一边一国的关系。 她是借中华民国的外壳, 行台湾独立的实质。 可是,奇怪的就是, 中国原来在马英九时期, 做副统统的, 吴尊玉主席, 提出来这个, 跟她这个口号, 没有认清楚, 难道连蔡英文这种, 台独路线和台独主张和去中国话, 分裂这个违宪违法的这个行为, 难道看不出来吗? 蔡英文她不是, 她不承认她自己是中国人, 她难道有做中华民国总统的这个资格吗? 她完全是打着中华民国的幌子, 就是挂着羊头, 卖着狗肉。 这种道行律师, 难道看不出来吗? 难道还要和她一唱一和, 唱飞角吗? 这时候我们想到了汪精卫。 她说的, 那个时候汪精卫投高日本的时候, 她说的她是爱国呀。 这时候我们想到了这个, 那个时候王精卫作为孙中山去世以后的, 国民党的一个重要的负责人, 她是听从她老婆也好, 她什么样, 她走这个路线, 完全是一个投降日本的路线, 而现在蔡英文走这个路线, 是去掉中华民族, 去掉中华文化, 不要中华民国, 打着这个幌子, 借他的壳去投靠日本, 投靠做黄民。 你看很多的标语就是, 很多的口号, 民间的口号就是, 完全是投靠日本的一种。 今日, 就是说, 金钱上的日本人, 这样的一种倒行逆施, 难道看不出来吗? 台湾那么多, 两千三百万人, 都看不出来吗? 这是一个, 我们觉得这样的。 如果, 作为一个中国国民党, 就是一个, 创立中华民国国民党, 现任的党主席, 都这么样子去, 从容, 就是容独, 支持独, 助徒, 帮独, 协徒, 辅助, 台独, 走向这个, 在王国, 王这个什么国呢? 王这个中华民国, 这个中华民族, 中华民国, 中华文化, 帮助他在注重为孽, 我们还有什么脸, 管大陆去要, 要什么预设条件呢? 帮助蔡英文政府, 去中反中, 维持两岸和平现状, 防止武统, 生灵涂炭。 这是中国国民党, 失去了党的一个灵魂, 建党建国的一个灵魂, 失去了一个, 作为一个, 台湾最大的在野党, 曾经的主政党, 一种精神价值观的不赛, 可悲, 我觉得, 作为一个这样的主席来讲, 我觉得, 不是把台湾中国国民党引向, 两岸和解的道路, 而实际上是制造了两岸更大的温沟。 当然了, 我们从吴敦义的, 最近这几年的一贯的言行可以看出来, 你要是支持统一的时候到大陆去, 和平统一几百年的事情也说不定, 那是将来的事情, 那是以后的事情, 反正在他这一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重来如此。 你把台湾看成一个小小的一个, 就过去南宋小朝廷, 或者是一个台独小朝廷, 独台小朝廷, 这个样子, 我们说, 你把中华民国的越做越小, 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, 你是越做越小, 小到一个难以窒息的地步, 你把中华民族, 中华文化, 从中山的那个三民主义, 民权, 民族, 民族主义, 完全给上升。 你把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, 三重山的民族主义, 缩小为台湾人的在地文化, 在地民族, 或者是黄儒主义。 所以我就说, 那个吴敦义, 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, 应该看看我们, 对照一下, 孙中山是怎么叫的, 中国, 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是怎么样的, 演变发展过来的。 马云九是坚持的, 还是1949年的那个中华民国, 你现在坚持的是, 和蔡英文一样的, 是现在去了壳的中华民国, 光带这个壳, 空壳的, 走个台独台路线的中华民国。 所以说, 我们看呢, 你这个气量就, 这个, 那个, 我们如果来说, 把你当作君子和小人来说呢, 君子呢, 是不气的, 它不是用一个容器能装得下来的, 现在正在全球化, 大家都在扩大自己的, 这个, 这个, 这个容器, 国家这个容器, 原来国家这个社会, 扩大不断的把自己的, 万言, 万言融入这个, 世界这个, 这个, 这个, 文化的一个潮流。 而唯独台湾, 再把一个大, 大的一个, 伟大的一个中华民族, 苏小成的一个, 台湾的一个皇族, 日本的一老一少。 而台湾呢, 这个中国国民党呢, 我们原来说, 他1949年的时候, 他是一个, 他是一个, 想要统一中国的一个大大, 他要想要反攻大陆的一个大大, 但现在呢, 后来就分裂出一个, 台湾民进党, 就是二十八事件以后, 这个台湾民进党, 然后又分裂成了一个, 原本就坚持那个, 那个, 国民党的建党路线建国, 中华民国路线的一个, 新党, 新中国国民党, 他又分成了一个清明党, 又分裂成了一个, 现在的一个, 在内部来讲, 主张一中同表的, 同修柱, 和这个, 不同不同不同, 一中各表的, 吴正义, 现在吴正义正在, 加个大复华, 在朝着, 渡台, 蔡英文, 同流合污这样, 一个路线在走, 所不同的是, 打着一个, 九二共识的一个, 皇子, 所坚持的一个中国, 是中华民国, 而不承认, 这个, 两岸是同一个, 这个, 在慢慢的, 渐行渐远, 这个两岸, 这个, 大家都是中华民族, 对吧, 那么这个, 大家一, 就是中华一家亲嘛, 这样子, 而跟这个路线呢, 渐行渐远, 你想要统一个, 你就到大陆去, 让这个台湾呢, 一百年以后再说, 这是一个, 以脱带变的, 一个独台路线, 而蔡英文这个, 是恨不得现在, 明天就独立, 但她又不敢独立, 因为一独立, 就战胜就来了, 所以美国也不值得独立, 日本也大连, 也不承认, 台湾有这个独立这个, 这个可能性, 所以说, 在这种又想当表直, 又想立牌坊的这种, 蔡英文这个, 政府这个, 这个, 没有, 他没有这个政治理论的基础, 他没有生存的空间, 却要绑着自己呢, 想把自己绑架在日本这个, 这个天皇那个脚下, 又想绑在日本, 但是呢, 就是, 无病乱投医啊, 卖主求荣啊, 卖台求荣啊, 怎么样都行, 只要是脱离中国, 就中国, 中国大陆的, 什么, 叫做兼病啊, 就统一啊, 要怎么都行, 就是, 就是, 到了这种那个, 就是, 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, 碰到处都是碰壁, 四处碰壁, 所以这种情况下, 我们说是非常可怜, 所以, 大陆采取, 为什么, 释放了, 三十一项会台政策, 而不是在国共论坛的, 这个, 会上去释放, 就是说, 我不是释放给, 中国国民党, 因为我已经看到, 看到, 中国国民党, 现在的党主席, 和现在所执行的路线, 是一条接近于, 独台州路线的, 撤头撤尾的, 独台路线, 所以说呢, 我还, 直接给, 台湾民众, 让台湾民众认识到, 你在大陆有平等的权利, 有大陆国民平等的权利, 这叫民权嘛, 大陆人所享受的民权, 在台湾人也没有享受, 这是, 但是, 两岸人民, 在这个民主权利上, 是相当的, 在享受国家这个, 革命决结的发展的过程当中, 享受的权利是平等的, 所以说, 美国呢, 为了这个, 争取这个独立呢, 跟英国发生了一次独立战争, independence war, 第二次呢, 又为了这个, 黑人这个平等呢, 爆发了一次南北战争, 谁对我, 对吧, 那么这两次战争呢, 都是为了终取这个民权, 那么现在呢, 大陆采取这个政策, 就释放民权给台湾人民, 一个平等的权利, 比如说, 这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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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湾人民, 这个释放这个权利, 它有, 不恶的一方面发展, 像台独一方面发展, 像分裂国家这一方面发展, 这方面就像呢, 在美国也好, 那个就是说, 不愿意释放黑奴的这个权利, 他愿意把他那个狭隘的那个, 狭隘的那个民粹主义, 既得利益主义, 那么蔡英文, 武敦义代表, 就是一个狭隘的地方主义, 民粹主义, 小, 小气啊, 就是说, 气量太小, 小缺性, 为什么说, 君子不气, 君子不气, 就是说, 君子呢, 你放在哪个容器里, 它都可以沉得下, 为什么说, 大智者, 大气, 大气完成呢? 现在中国就是在, 释放这个, 一带一路, 就是释放大气, 让全世界, 或者一带一路的人, 分享中国举起这种, 成果, 和这种, 和这种, 和这种利益, 为什么现在, 菲律宾要加入, 想要加入中国一个省, 巴基斯兰也在那儿, 因为大气, 看到了中国人, 现在和平究竟, 是用这种, 大胸怀, 为天地立心, 为生命立命, 为天下开太平, 这种气概, 所以呢, 就得道者多度, 失道者寡度, 你光想到自己的利益, 就是怕自己那点土地, 台湾那点既得利益, 在大陆给清断, 好像是说, 你大陆要把我的, 吞并了, 这是赖清德, 小农经济的一个, 陈水扁, 这不是小农经济的一个代表人物啊, 典型的, 农民意识, 狭隘的民主意识, 对于蔡英文呢, 就是想利用这一点, 母体政治利益, 现在呢, 今天呢, 我们就看到了, 川普呢, 又准备和朝鲜来谈, 进行对于和谈, 朝鲜的最大利益在哪里呢? 朝鲜要想和平的最大利益在于统一, 在于国家的统一, 中国的最大利益呢, 其实也是国家的统一, 国家统一了之后, 民族团结才能成为全世界的一个, 独立的一个民族, 才能够融入全世界这个和平崛起, 全球化这个大家庭的容许, 这就是君子大器, 更大的民族并不是说, 中国就缺你台湾这个一小块的土地, 因为中国如果连台湾这一个小块土地, 本来联合国给你授权了, 你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领主, 国家主权, 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力, 那么你就要用这个权力, 可是呢, 大陆呢, 从71年到现在呢, 并没有行使这个权力, 也是说, 过去如果说是国力不够, 或者是我们的经济力量不够, 或者相对来说不够的话呢, 那么经济我看, 在什么时候够的时候, 条件成熟的时候, 那么再行使这个权力, 我们说呢, 大家要往这个乡向而走, 这个是一个正道, 是大道之行, 不是小道啊, 不是华人公道, 甚至台独的话呢, 是华人公道, 是阳长小道, 甚至说走不通, 走不通那条死路, 所以台湾人民呢, 台湾青年呢, 要看到这么一个趋势, 就是, 我们呢, 现在不但是要, 我那个, 为什么在三民主义, 就是后天要讲三民主义的时候呢, 这个年贵的时候, 我想提出来我一个新的观点, 就是, 当年的孙永山提出这个三民主义的时候, 讲的是民族主义, 民生主义, 民权主义, 他花了很大的功夫讲, 民族主义是怎么来的, 中国的民, 中国, 中国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, 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, 五十六个民族, 为什么要合为一家, 和汉母归障了五十六个民族, 为一家中国人民的主权, 和汉母归障了一国, 为中华民国的主权, 为什么要这么讲, 能够统一, 中国人民便享福, 因为不能统一, 中国人民便要受难, 确实是这样子吗, 台湾人民正在受难, 特别是中国国民党, 看不到这一点,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悲哀, 是对孙中山先生教导, 在国民党身上, 现在荡然无存, 孙中山精神现在我们看不到, 现在不是中国共产党, 或者中国大陆人民要不要孙中山精神, 而是台湾人民, 中国国民党一定要不要孙中山精神, 现在是把孙中山精神, 现在今天就忘了九条云脉了, 所以我们现在呢, 要发展适合于全球化, 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一个, 新的三民主力, 这个呢, 才是我们的, 现在所要考虑的, 我就提出来了, 根据现在世界是发展的潮流, 现在呢, 我们大家都在走向一个大同的世界, 两岸之间呢, 同行同国, 共进大同, 走向共和, 一近共和, 共进大同, 共建家园, 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呢, 也要, 合作, 互利, 共鸣, 分享, 这个融合经济。 这种融合经济体制下呢, 大家就用协商的方式, 用取舱不短的方式, 来协调解决, 国家发展中的问题, 和发展中的, 帮助, 以强服弱, 以大服小, 共同发展这样的一个问题。 比如说像, 斯里兰卡也好, 还有马尔卡这个群岛也好, 都是大国呢, 帮助它这个小国在, 关键的地方扶持起来, 帮助他们发展, 成为一个世界的一个桥头堡, 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支点, 一个根据地, 并不是想去侵吞它, 并不是想去占有它。 如果都像奈英文这样子去想法, 这个世界大同是没有办法实现的。 所以说, 我们就要用一个名和主义。 名和呢, 就是以和为贵, 和而不同。 君子是和而不同, 小人是同而不和。 那么这个现在呢, 我们看到了, 这是两条路线。 这个两条路线呢, 一个是往这个大家, 这个就是大家庭的方向走, 一个是往小家庭的, 自私自利, 叫做君子怀德爱, 小人怀土。 君子怀行呢, 小人怀利。 那么, 什么叫怀德呢? 这君子怀, 我们就想着大的一个, 从道德上来讲, 我们也以直抱怨, 以德抱怨, 我们去做的, 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, 给全世界人们看, 看到中国这个军事, 没有这个, 倾同别人国家的野心。 你这样的示范中的, 交给别人那个, 受人语余, 也受人语余, 这样的帮助大家来共同搞, 实现这个, 完成这个人类的进步, 共同发展。 这是中国, 现在作本的, 就是怀德, 大德如羊, 大德如羊, 就像太阳一样, 燃燃盛景, 这必然是得道夺助, 吃道。 而这些小, 有些小人怀利益呢? 要自私自利, 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照样, 什么都是他自己的利益优先, 处处考虑到他自己, 那一小小的, 眼前那一点利益, 死死的抓住不放手, 就是怀土啊, 就是小人怀土。 大德为什么怀行呢? 就是怀, 我们要维护这个宪法, 维护这个法律秩序, 维护战口的法律秩序。 就像, 在台湾那样, 维护中华民国宪法吗? 谁在破坏这个宪法呢? 民进党在破坏。 在搞, 把中华民国变成一个小, 小俄寡民, 再把四万万人变成了两千三百万人, 把九万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 变成一个台湾那个岛。 把海棠花变成一个, 一个半熟, 什么快乐岛, 关了岛。 这都是吃人说梦啊, 在那制造的, 给台湾人民在灌个迷宫汤啊, 其实是在违宪违法, 叛国卖国就够了。 国民党呢, 以吴敦毅为首, 为主席的国民党的右派, 在一步一趋地跟着台湾的云进党, 离着孙农山的三民党的渐行渐远。 所以说呢, 看起来这个问题呢, 我们就说到这一点。 第一个, 我们必须要破这个, 不破不立, 就打破中国国民党这种狭隘的, 国民党的旧的思维, 本位主义的思维, 树立一个新的全球化, 民和主义, 民心主义, 新就是新旧心, 破旧立心。 第二个就叫破旧立心。 我们为什么讲要立心呢? 因为全世界的全球化, 是个新事物, 我们面临这个新世界, 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新人。 台湾也要做一个大气的人, 不要做个小气, 那个气敏的气, 乘那个东西那个水, 你要做一个水杯呢, 只能装到一杯水。 你要做一个锅呢, 就这个大气一点, 就可以装到不同的水。 人上山落水, 就是人在这个杯子里呢, 可以变成这个杯子的形状。 你在锅里变成锅的形状, 变成这个大气呢, 可以变成蒸发成一种, 腾云加雾, 变成这个融入大海, 对吧? 这个气呢, 就是要有一个大海的胸怀。 就是看起来, 是用什么来衡量你自己的胸怀呢? 这个比余火说嘛, 大海, 四点最耗秒是大海, 对吧? 容器, 比大海呢, 宽广呢, 是天空, 比天空还有宽广呢, 是胸怀。 你的胸怀有多大? 你的胸怀有多大? 你将来目标有多大? 这就要大气完成了。 我们就希望, 将来的新世界, 共界家人全世界, 是天下, 以天下为一样, 不是孙中将那个天下的卫攻, 而是天下卫攻, 保卫的卫, 天下都保卫这种秩序, 保卫这种, 建立了起来的法治秩序, 保卫这个, 你在台湾吗? 就保卫这个, 中华人国的宪法。 真的, 有台湾有谁来保卫中华人国的宪法? 没有人。 从马英九到蔡英文的, 没有人保护中华民国的宪法。 都在招他做点中华民国的宪法。 所以说, 我们说的, 这个问题是值得反思的。 如果我们现在意识不到, 蔡英文不是中国人, 她能做台湾的总统, 这就是一种极大的讽刺, 和违法违宪的东西。 我们讲的第一个, 我以后再详细讲。 我再不断地加强民和主义, 民心主义, 民利主义, 因为人要立起来。 能怎么立起来呢? 先立人, 而后立, 急于立, 而立人, 急于达, 而达脸。 就是说, 作为君子来讲, 我要让天下的人共同富裕, 人人都可以做皇帝, 人人都有监督皇帝, 监督President违宪违法的责任, 义不容辞的, 就要站起来反对蔡英文这种违宪违法的责任, 人人都有责任。 不是说, 我是站在华谷的中国台湾人, 我也有说, 我在这里, 我要谴责, 这是我的权利, 这叫人的权利, 我要立起来, 我要立的, 我在这里, 我利用我的权利, 来做这个, 和蔡英文, 来听到这个做作争。 台湾人2300万人呢, 更不应该, 因为身在其中一个环境当中, 环境造语, 实施造语不行吗? 现在, 你们在第一线, 就有这个力量, 更有这个武器, 更能抓到它违宪违法的一个词实和证据。 以事实为主, 以法律为主上, 与蔡英文这种, 道行逆施, 叛国卖国, 违宪违法行业, 做金格的道将, 这是我讲的一个, 这个, 三民主义。 这个三民主义呢, 就是人人要做皇帝, 人人都有监督皇帝的权利, 你违宪违法, 我就要打到你探坑。 我们简单的讲, 就是这样的来讲, 而不能让少数人利用这个民权, 来窜拨这个国家的领导人, 而窜拨, 干个卖国, 卖台, 损害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的利益, 根本利益的一个勾当。 而今天呢, 发表这个简单的声明呢, 就是主义呢, 想要, 说明一个, 借这个, 无敬意的话题, 来谈谈, 谈谈台湾的现状, 和未来的趋势。 未来的趋势, 实际潮流是, 滚滚向前啊, 孙中山说得很好, 顺之者常人, 逆之者。 我们就要做一个顺着时代潮流而动得来, 不能够失去了, 找回这个, 中国国民党, 建党那种, 建国那种灵魂, 那种民族主义的灵魂, 和大民族主义的灵魂, 而不是小民族主义的灵魂, 而不是小民族主义的灵魂, 大和主义, 全世界大家庭的一劲大同类的循环, 而不是一个越做越小的一个小家地域, 或者是小小女人的一个循环, 想农经济的循环,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, 蔡英文这种倒行逆施, 所造成的灾难和恶火, 将来会越来越厉害, 这个将来越来越影响, 我们就不要等到, 我们清华主的, 就在温水里清华已经到了那种, 自己的灵魂, 在温水里面上上, 如果画了更大的简单, 只会有一点点, 我会探索的风景所在哪里, 我现在快点出来了, 这叫做温水里面爽,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花了一绵备了, 才会上山后呢, 这参照了人家的灵魂, 你可以带到另一绵路去呢, 还是真正的路面上, 谁让你来越我 City, 所以, 我会发生那种事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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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